1983年1月16日 北京饭店会议厅 包括画军舞张丁在内的北京美术界 和各界人士一百多位到场 祝贺苦禅老人从事艺术教育事业60周年 他不是只生活在一个时代 他头脑里头存着我们的列祖列宗 同时也希望自己的学生 把我们列祖列宗的优秀品质文化艺术 沿续下去 而他自己只不过是在这历史长河中间的一个载体 那一天也是苦禅老人的86岁生日 60年的努力与求索 李苦禅一直都在寻找着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更多的是艰辛与苦难 但这些艰辛与苦难换来的只有四个字 心口如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是简单地讲 苦禅就是一个苦中求乐的禅宗画者 作为李苦禅的儿子 李燕继续着父亲所走的艺术道路 李苦禅的作品如今都已成为了身价百万的收藏品 李燕更是在父亲的教诲下一步步成长起来 但李苦禅自己在少年时却没有儿子那样幸运 出身于农民家庭的他原名叫做李英杰 他对绘画的兴趣最初来自于民间异将的寻陶 在这样的家庭呢 他显得很特殊 他非常羡慕别人读书写字 尤其是爱看那个庙墙艺人画画 那时候各个村啊各个镇呢 县里都有些个庙 这些庙它能起什么作用呢 实际上是一个当地的文化中心 用现在的话来讲 这个庙墙艺人呢 他在画庙墙素神像等等这些过程里头 有很多工艺 都是传统非常宝贵的工艺过程 从此他还体会到就是这些个流行与民间的这些戏曲啊 曲艺啊 也说唱艺术 还有庙墙艺术 实际上对中国老百姓是一种艺术熏陶 是一种了不起的美誉 中国老百姓 你别看农民穷上不起学 世世代代 他能懂得我们民族的历史 能懂得大是大非 中间善恶 美丑 道德伦理 他靠的是什么 就是靠的这些民间艺术 1918年 对绘画还处于懵懂状态的李英杰 冒冒失失的来到了北京 直觉告诉他 北京一定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也许是上天的眷顾 李英杰幸运地遇见了影响其一生的第一个人 徐背后 他在那个画画研究会 不舍得也遇得 学了实施 夏天来着 他是导师 名誉导师 他这个时候呢 就想到外国去 想出国 他在那里教这个课的时候呢 教木炭画 还教水彩画内幕 这样 我 我不喝木炭的话 画石膏 他给我改成 这样子 一个内幕呢 内幕了欧洲的一个 一个转弱石 落体的 板着 板着十字堆 在北大和徐背红在一起的日子里 李英杰认识到 原来那些曾经美日耳濡目染的民间艺术里面 也蕴含着大学问 和他在北大看到的一些大师们的绘画作品相比较 那些民间画像所创造出的绘画作品 同样散发着艺术的生命力 直到老年 他都觉得那些民间画像 才是自己真正的启蒙老师 所以他就认为美术史 对于这部分中国的伟大的无名艺术家 非常不公平 所以讲究绘画的技法功力 那是他们最雄厚 很多这些个美术史上有记载的一些画家 他们的技法实际上是来自于民间这些画工 就好像中国大协议绘画这么高的绘画 占中国绘画主流的绘画 他的技法是来自哪呢 其实也是来自于民间画陶瓷的这样的一些个工匠 所以我们也认为美术的实践 就是我们这些人的技术 一会儿 就是我们这些人的材料 为中国大卓的位置 优优独播剧场—— 那是他们自于民谣的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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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的夏天 李英杰是在浓浓的亚麻油味中度过的 经过徐悲鸿的指点 李英杰已经迈进了美术殿堂的第一道门槛 当李英杰告别徐悲鸿回辽城继续读书的时候 徐悲鸿也启程前往法国去追逐自己的艺术之梦 李英杰回到辽城以后一直想念着徐悲鸿 同时也怀念着那股浓浓的亚麻油味 四年之后 当李英杰再一次闻到那股味道的时候 他已经成为北平国立一专西化系的一名学生了 那么我父亲当时在这个学校里 他是报考的是西化系学油画 当时不称现代化 就是说能够以这种院校的形式来实行美术教育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的 有点像作坊式的师傅带徒弟 北平国立一专西化系的大部分教授都来自欧洲 所以听着三成英语 三成法语和三成中国话 讲述的百分之百油画 素描以及欧洲美术史 仿佛间仿佛置身于外国的课堂 但李英杰的脑子里一直都回荡着徐北红 临去法国前留给他的那句话 中国话如能走中西河壁之路 必能世界底 这徐北红先生有协评 温到把孤画到死亡都完事了 我画这西化了 我还想着 西河壁之路把这个 橙背井的这画一件 我都绿过来了 朝半天 想有一个西白市 那是一个农民画家 木匠也赶过木匠画 我向他这边好 他的画呢 他的闯着精神有 他画的呀 却不与一般人相同 画我家画嘛 画他哥哥家的画 就是一个闯着的精神上 1923年秋高齐爽 60岁的七白市老人正在家作画 听见有人在敲门 就叫儿子齐良棍去开门 见一位广额长发高个子的年轻人 站在门前 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 自我介绍 说是国立一专西化系的学生 木铭特意前来拜访 齐良先生 我大大的也不懂理系啊 这个学生哪懂理系啊 有些想起人啊 大大我一姐妹都说 先生 我来拜师了 拜门了啊 我跟你磕头了啊 就磕个头我说 我没学肺 但是我干以后做事情 我得孝敬你们 这样的话呢 李苦禅就成为七白石 第一个入室弟子 所以很荣幸 在美术史上可以这样积极 李苦禅是徐彼宏 出国之前的第一个学生 也是啊 齐白石老人名声上威的时候 第一个学生 对于这个学生 齐白石轻能相受 他也希望李英杰能够有自己的风格 李英杰也明白 只有另辟蹊径才能庆出预览 题材上 我避开白石老人的虾蟹 我可懂这些 我画什么 他受八大山人的乌瓜图的气氛 乌鸦在瓜上站 哎呀那我能不能画 大黑鸟站在大方石头 八大山人的话 他是柔中有缸 我来个缸中有柔 大黑鸟站在大石头上 老子闪现这个 一下子开悟了 从此开一代新风 他把一系列的大黑鸟 他叫大黑鸟 给移植到大协议绘画 后来成为李苦禅的符号 艺术符号 由此他说跟白石老人 就拉开局 特别是画鱼鹰的时候 画完了以后请示老师 给老师看 一进门发现 老师也在画鱼鹰 但画的是山水中间的一群 而我父亲画的是近景 白石老人一看非常感慨 说提画说 别人学我手 鹰也夺我心 人家学的是我手上的技巧 你夺了我的心 随着不断的摸索 李英杰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画风 对中国的大写一画 也有了自己的认识 但无论是在国立一专学习西画 还是跟齐白石学习国画 都需要钱来购买画画工具 而李英杰在北京无亲无故 家境贫寒的他 只能靠拉洋车 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性格内向的他 很少和身边的同学 老师提起自己的困难 他此时的处境 只有他的同班同学 林一卢知道 林一卢 他是一位佛教徒 跟我父亲 交情挺好 所以我父亲也不瞒着他 这些事情他知道 他说 我想送你个疫名 你愿意不愿意 那你说 苦禅 我父亲当时听了以后 就觉得很震撼 马上表态 明知故当 明知故当 从此就接受了这个名字 这段录音是1970年代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除夕串门晚会上 李苦禅的京剧情唱 对于京剧 李苦禅有着自己的偏爱 而将京剧植入到国画教育中 李苦禅是中国第一人 1926年 李苦禅从北平国立一专毕业 1930年 受杭州国立一专校长林峰年之邀 李苦禅前往杭州国立一专任教 1930年 他聘请我的父亲李苦禅到杭州一专 和比他年长两三岁的潘天寿先生 共同担任杭州一专 中国绘画的教学工作 在他的课堂上出现了这么一个新的气象 就是遵照蔡元培先生的号召 以美誉代替宗教 近代教育史上强调美誉 强调到这个地步的 那就是蔡元培先生 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 要把一些姊妹艺术 移植到大学的教学中间来 那么我的父亲李苦禅 这样一个30岁的年轻教授 他就把国剧引进了大学的美术教育 李苦禅认为 京剧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一种综合表现 之所以把京剧纳入到近代中国化的教学体系中 是为了让学生可以事半功倍地 了解浩如烟海的文化传统 在他看来 画画就像唱戏一样要大戏 下笔用墨用足了 就不要胡乱加颜色 就像唱戏不能胡乱加身段一样 李苦禅说 艺术这东西是相通的 唱戏里边有画 画里边有戏 在杭州一专授课时 李苦禅自己还出资组办剧团 他自己用自己的薪水 组办一个剧团 这个剧团不对外演出 不卖票 师生员工 大家自曝角色 由上海方面来说戏的先生 你只要把他请来 他就可以跟你说戏 交戏 行头也是从外面租来 大家自曝角色来演出 演完了之后 互相观摩 互相来评论 比如我父亲说 中国的精细 它是写意的戏 中国的审美主流 是写意的神物 所以你不懂得精细 你就不懂得写一画 他提出这个观点 他说精细没有布景 就跟写一画 厚的空白 不加背景一样 但是他可以无中生有 没有山 搁椅子 桌子 上去了 就表示是山 上楼 没有楼梯 也没有楼上楼下 通过一定的表演动作 就是上楼了 同样下楼也是这样 那么这种无中生有 而表演出来的艺术 这是写意的手法 舞台上的角色 画笔下的单精 李苦禅通过各种方法 让学生在自己的课堂上 汲取营养 他希望学生 能够从大自然里 获取美的信息 每当西子湖畔 风和日丽的时候 李苦禅就带着自己的学生 到西湖里写生 现场作画 手把手地 教学生们 应该如何下笔 在湖光山色中 李苦禅一边教课 一边享受着 大自然带给他的快乐 反正我父亲讲 你要是愿意当个教书将的话 他自称教书将 教人家画画 你不能不让人看你画 你光讲 讲的理论天花乱坠 那么学生拿起笔的 怎么往宣纸上上 你讲的再好 最后学生得画的到宣纸上 所以你在这画 让学生看 你的每一个动作 微妙的动作 学生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学生开始模仿你 而后 有模仿中间 误出道理 创造自己的技法 实际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李苦禅不仅教学方法创新 平时还支持学生 组办各种学术团体 当时杭州一专内的进步学生 成立了八亿仪设 平时的活动 都被国民党特务监视 于是李苦禅 就经常让学生到他的家里去聚会 久而久之 李苦禅成了有名的赤色教授 1935年的春天 杭州一专校长林峰棉 像往常一样 给李苦禅写好了聘书 但这次聘书却被扣了下来 那时候是聘人制 一个学期聘一次 但是到了1935年 林峰棉先生写好的聘书 被他身边的一个国民党员的秘书扣下来 原因是李苦禅 他有个绰号叫赤色教授 那么报复的手段就是停评 为此林峰棉先生非常难过 因为李苦禅是他聘人的 现在突然被解聘 他觉得不好解释 李苦禅明白 截拼自己绝非林峰棉本意 但迫于刑事逼迫 校方也不得不做此决定 回到北平的李苦禅 在张恨水先生主办的 北方美专教书 平日里除了教书 态度上依旧我行我素 生活过得倒也安稳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对于李苦禅来说 却是他一生中遇到的 第一次大疾难 这是李苦禅在1937年 北平沦陷后不久画的墨蓝图 他在画中的题字中写道 曾既宋人写蓝而无根无土 或有问曰奈兰无土将何以生 即曰土被金人夺去你 文人为社稷之怀抱如此 其伟大可知已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 隆隆的炮火声 让北平城内的老百姓坐立不安 不久北平沦陷 昔日象征着文明的北大红楼 也突然变成了日军的定义 老百姓上街连大气都不敢喘 那段时间里 李苦禅闭门不出 辞去了所有的公职 所谓公职就是 就是所谓公立的学校 那时候有公立学校私立学校 公立学校 公已经成谁了 伪政府了 是吧 沦陷区了 你是王国奴啊 是吧 那你要在这学校不是就有那个 气节不保的这个嫌疑吗 尽管有些人不过是混饭吃 并不是真为鬼子干事 对不对 这个我们也体谅 但是以我父亲的要求来说 不干 这幅画叫大观风顺途 画中的题句是 犹如为母 金为野 奴言悲退 三世节 李苦禅借此画来讽刺当时 为日为政权服务的傀儡 然而这样的话 在那个年代 自然会给作画的人带来灾难 1939年5月13日晚 学生被引如 与李苦禅聊得忘了时间 便睡在了李苦禅的画室里 14日凌晨 李苦禅师生二人 被日军以窝藏抗日分子的罪名 逮捕入狱 日本人 日本人夜里就在我 日本县经四日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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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县经四不在哪里 沙团的红肉 五十多年前 我在上课 我在我去洗上课 我去上课 下面是地下监狱 每天八蛋中 上汤嘛 四段四 管水是成的事情 压杠的压人一次 压杠的就死了 一泼量水 一泼水 现在换过来 严刑拷打 并没有使李苦禅屈服 日本人间对李苦禅用心无效 便采用怀柔政策 找来了一个精通中国文化的日本人 尚村喜来 希望可以撬开李苦禅的嘴 因为尚村自己讲 等事完了行 他回来了 下去下去 怎么这么对待李先生 哎呀李先生抱歉 我出去有点事情 他们这么对待你 他们都是混账 王八蛋 我是大人 大学预科毕业的 我不同意他们 所以就着这个词 我父亲说 你呀上过大学预科 你就更混蛋 你 去杀你的文化父母 你赎典望族 没有中国人 没有中国字 有你的名 你的名怎么写 你的上村怎么写 他们呢 他们呢 那是墙壁的人呢 李百六啊 就把他们踢出来了 啊 踢到别的武器了 第二招 这就醒醒了 我问我 昆大学预科毕业先生 你今天是李百六 我救无聊你了 啊 我说上村 我去 那寻草叫上村 我说你们呢 杀人的伴 杀人的伴子 都是四个嘛 一是构吃 二是相宠 三是货麦 第四个是砍脑壳 砍头 上村劝李苦禅 随便说个什么人 让他好向上级交代 只要说了 他就放李苦禅回去 其实日军看上的是 李苦禅当时的名气 希望李苦禅 能为日北政府效力 这一切 李苦禅 当人心知肚明 在他看来 保洁比生命更重要 无奈之下 日军将李苦禅 关押了28天 最后无罪释放 1945年 日本投降 在感受着胜利的喜悦的同时 李苦禅也更理性地 看待日本 以及两国的艺术文化 他并不认为 日本人都是自己的地 而是认为这些侵略者 是中国人的地 战前有些日本人 画家人 经常打出 也跟白石老人也有交往 而这些人呢 他们都认为 中国的文化 抚育了日本的文化 这些人 他研究中国文化 甚至于比我们 有些同胞研究的 含细致 含仔细 他对于日本人 这种研究中国文化的 敬业精神 是相当佩服的 因此晚年的时候 日本方面邀请 他的画到日本展出 他挺高兴 但很可惜呢 在邀请他展览之后的 不到一年 他去世了 因此在日本举行展览的时候 就已经是纪念 苦禅老人世事一周年 因此我在 对着NHK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我曾经这样讲 我说 他的画到这儿来 就好像他人一样 无论是一个苦中作乐的 禅宗画者 还是一代中国大写 一花牛画家 李苦禅都有着 他独特的任何魅力 这人格魅力 是在不断的 人生磨难中 历练出来的 而他的思想 也都贯彻于 他的画作 和对学生的教导之中 苦禅老人 教育学生有句名言 笔先有人格 方有画格 人无品格 下笔无方 我去看看 他在不断的 在不断的 那都是 我对 你这人来说 他在不断的 她的 我那是 他在不断的 你这人来说 他在不断的 你这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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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 你这人来说 我其实 USDT、USDC每日派息 年利率高达8.76% 比特币以太坊每日派息 年利率1.09% I3万活期理财 每日派息随存随取